玉锦绣知道 她这是玩尽兴了 再一看周围 余下的皇子妃和公主都不好扔了 她都没稍微调 好在她还算知道拿捏个肚 没有玩过头 她身形一动 直接跃到了宁淼薇的身边 长笔一出 就将她挥进怀里 而此时池塘里扔了太多的人 这些人又个个都不会水性 被扔进去的时候 一个个都在那里瞎扑腾 池塘里的水本不是太深 更多的都是淤泥 这么一扑腾 那水直接就变成了黑色 一股臭弯涌了出来 其他人倒还好 只有于世翼的手臂骨断了 痛得连站都站不稳 身体直往下下 不自觉地喝了好几口乌黑的池水 把她恶心地差点没吐 玉锦绣抱着宁淼薇 冷冷地扫来于世翼一眼 四弟妹明知道 妙薇闻不得香 却还燃香引她犯病 然后还拿刀御杀她 这事怕是得给本王一个说法 她说完冷哼一声 抱着宁淼薇就走 她这话算是总结 意思也很明了 其他的几位皇子妃和公主 此时也都回过神来 怪不得于世翼今天亲自去接宁淼薇 原本就是有所图啊 只是于世翼今天 却是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反而还吃了大亏 之前所有人都说 玉锦绣不喜欢宁淼薇 现在看来 那些传言根本就是假的 毕竟刚刚玉锦绣抱着宁淼薇的眼神 实在是太过温柔 那样的眼神是做不了假的 一时之间 众人心中生出了很多猜测 双尔和绝儿起起跟上 两人互换了一个眼神 这估计是于世翼过得 最有意义的一个生辰宴了 于世翼真是不长眼 算计谁不好 偏偏算计他们家王妃 玉锦绣抱着宁淼薇走到前院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闻讯赶来的四皇子 四皇子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宁淼薇 就知道于世翼今天又失败了 他在心里骂他是个蠢货 可是他面上却还是做出关切的表情 三哥 三嫂这是怎么了 玉锦绣冷冷地道 说妙威今天有事 本王必让于世翼陪葬 他说完便走 四皇子没同拧成一团 他此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个礼价 我们下周恢复了 我们下iox 我们下誌 编译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